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刚到中国 华为自主研发的新机就突然开卖 这究竟是何用意 在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张图片 我是雷蒙多 我为华为代言 网友更是在下方留言 这不是手机 而是蒸汽机 那么华为为何要在雷蒙多访华时 突然将新机Mate60系列开售呢 甚至还敢在新品发布会之前 要知道 一款新机的发布 前期预热 中期发布 复期销售 这三大步骤都是必不可少的 可华为为何偏偏突失冷箭 直接在网上公开发售呢 其实这一切都和美国的制裁 脱不开关系 自2018年5月开始 美国政府就对华为实施各种制裁 不仅限制制造商代工厂 生产华为的5G芯片 还全面禁止了所有美国公司 向华为出售软件和技术 以及更新和维护服务 2019年 美国商务部更是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 直接动用国家机器针对华为 不让华为用美国的软件和芯片 还扬言 只要是用美国技术的企业 都不允许为华为代工 试图全面打压华为 导致华为失去5G市场 至此 美国的苹果公司 在整个全球手机市场独占凹头 但华为并没有屈服 反而亮出一则公告 制裁华为后 美国的高通 英特尔等半导体企业 直接损失了70亿美元 而这也只是华为反制的第一步 华为是如何打脸美国的 如果华为继续投入高科技的研发 将会受到更加严厉的制裁 这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公开发表的言论 美国为了打压华为 都做了哪些事 2018年12月6日 华为总裁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 在加拿大被恶意拘留 意拘留就是1028天 而这背后就是美国在暗中遭作 从2018年5月 美国就开始制裁华为 禁止所有的美国公司 向华为出售软件和技术 美国的媒体更是大肆污蔑 华为公司的设备存在安全问题 破坏了通讯技术的发展 像房间谍一样 对华为进行设备审查 研究限制华为的市场拓展 并对华为实施技术封锁 更奇葩的是 光美国一国制裁还不算 还联合起日本韩国 一起打压华为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半导体科技 日本的电子技术 韩国的芯片 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存在 毫不夸张的说 美国这是举全球致力 打压华为一个民营企业 但华为并没有屈服 带着新机Mate60系列 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之际 华丽回归 Mate60 Pro是华为完全自主研发的新机 用的是国产的麒麟芯片 系统是华为自家的鸿蒙手机系统 网络速度高达800兆 远远超过4G网络 华为这一次重返世界舞台 不仅让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颜面尽失 更是狠狠地打了美国的脸 让无数网友直呼争气 但令人意外的是 华为这边刚开手 一些网络喷子就迅速出来营业了 华为根本不是5G手机 华为手机的价格太贵了 这些都是网络黑子对华为的评价 在网上有一个奇怪现象 只要华为一发布新机 总会有人在下方吐槽抹黑 为什么华为发布新机 总会引起巨大轰动 有人说 华为是靠着爱国营销才崛起的 压根就是名不符实 可华为却用实际行动 狠狠地打了喷子的脸 8月29日 华为不宣就卖 先后出售了Mate60和Mate60 Pro 两个版本 线上一上架就秒空 线下专卖店更是排起了长队 可买到手机的用户还没说话 就有人开始的疯狂诋毁 说Mate60手机上没有5G标识了 只责华为抄袭苹果了等等 直到数码博主亮出测评数据 才堵住了这群五毛党的嘴 虽然Mate60系列没有任何5G标识 但它的网络速度远远超过4G的150兆 能跑到800兆以上 是5G手机才具有的速度 它采用的芯片也是华为自主研发的 麒麟9000S芯片 从外观到核心 华为Mate60系列几乎全部由国产元件打造 国产率高达90%以上 可以说是妥妥的国货之光 也是我们中国民企的榜样 你可以不喜欢华为 可以不买华为 可以吐槽华为 但你不能恶意抹黑华为 华为在被美国联合他国围堵的情况下 以一个公司的力量对抗整个西方 足见华为付出的努力有多大 华为Mate60不只是一部手机 它对我们的意义非凡 意味着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制裁已经彻底失败 意味着我们民族企业新的崛起